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这个时间回到台湾的时候去听到一个消息 就是法国总统马克宏 回到法国在中国峰盟后 回到法国接受明镜与点栏目 第一时间说出所谓的欧洲不应该因为台海冲突表示立场 甚至说欧洲不应该追随美国的脚步 后来当年这几天马克宏也说他发表一个声明 说他的立场是同样的 要维持台海的现状 法国驻台的办事处也同样发表相关的声明 先来发表这个相关的声明 你看到驻法台湾的代表 他特别你的脸书也PO出说 法国的政论节目来讨论这些事情 其实是川普总统出风去国国时 法国的明天也44分钟的时间来播出讨论 类似我们的政论节目与专题 来讨论台湾与中国的关系 所以马克宏遭受到所谓的欧盟议员的抵制之外 甚至有人说马克宏RNG 就是类似说你可以为了自己的权利 然后去跟中国摇尾起连 这种态度让人没法接受 当然这是有相关的原因 因为近前这个中国的中立下资 也是特别派了所谓的经济部长 跟他们的产业部长 特别被告中国去讨论 那也发表了相关的言论 那当时呢 其实习近平要面对第三任的时候 需要更多的欧洲的力量去支撑 来对抗美国跟日本 还有印度澳洲等等的印太战略伙伴 最近你能看到 当然中国 在我们总统冲回来台湾 甚至是不要叫神仙去中国回来 你能看到 好像中国根本就不理会马英九 去中国 然后所有的爱宗言论 这种民族主义言论 反而是大力的去三天的环台军演 甚至派出航空母舰 来台湾的周边海域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我们这个 尤其昆院长 他也在脸书 分享这个IPAG的声明 强调 马克宏是发出错误的讯号 那欧洲议会呢 和他感受到严重的脱节 油院长也是把这个截图 放在脸书 所以并发文批评说 自由平等博爱是退流行的吗 是入宪以后就可以不管的吗 还是民主先进可以 国家可以不管其他国家的死活呢 那领导国际的民主大国 马克宏总统的作为 让我感到疑惑 这是尤其昆院长 你的脸书发表的声明 这是民佑 对这个吴志忠 这个我们处法的代表里面 去看到 他因为 法国的多数人 还是认为台海局势 跟国际社会的民主国家 有相当大的关系 因为全法国都在讨论台湾 其实马克宏会去讲到这些事情 明佑有去看了一下 这个法国的经济数字 在2021年 在疫情爆发 的时候 法国呢 刚开始 因为刚好也遇到 所谓的乌俄战争 但是那一年 法国的经济成长率 它的GDP大概是7点多 那后来 去年呢 降到2点多 那在最后一季 剩下1点多的经济成长率 各位要去知道是如何 因为法国多数的工业原料 都仰赖很多的是外来的资源 包括他们的天然气 都要从这个俄罗斯来进口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近前呢 乌俄战争 已到古年 年代 德国总理率团去中国最大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的原物料确实面对短缺 尤其是法国 还有部分仰赖所谓的核能发电 那德国呢 也逐渐的淘汰了所谓的核能发电 采用绿能发电 那更需要的是相关的资源设备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马克龙会去说这些话 其实我也不感到意外 为什么不感到意外呢 因为你知道他们这个Airbus 就是这个空中巴士 为了要买给中国 已经到中国周旋5年了 这个订单还是没有下来 可是他这一次去呢 因为给中国送暖 中国一口气订了160架的Airbus 所以你大家可以理解说 他为了自己的民生 为了自己的国内经济 他必须要做这些动作 尤其法国最近在讨论 这个提供年龄的问题 甚至呢 他们的通膨已经达到15%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数字 为什么呢 因为表示说 他们国家确实在乌尔战争之中 展现出所谓的弱性 为什么是弱性呢 因为必须要靠很多的外来资源 法国呢 在1%是所谓的工业 那他们的服务业 占了非常大的占比 尤其是在世界的疫情解封之后 他们需要大量的中国客 去那边买金瓶 去那边享受 去那边观光 才有办法带他 为他们带来非常大成绩的精细效益 所以各位要去书客 马克宏也说这些 我也是违背良心 因为包括你说不追随 这个美国的脚步 其实我们知道在1949年 成立的北约 在1966年的时候戴高乐 有一个戴高乐主义 就是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 跟民族主义共融的 第五共和的一个主义 甚至一度在1966年 退出所谓的北约 可是这个主义被推翻之后 法国还是进入了北约 所以在去年 在法国的其中选举里面 不管是左右派的候选人 都在讨论一件事情 到底要不要退出北约 所谓的退出北约呢 他就没有办法接受到 所谓的美国以及 这些欧洲国家 参与北约的一些保护 所以你看到包括芬兰 他加进北约后 他未来还会做轮值主席 为什么他要加进 因为他非常了解这件事 俄罗斯呢 他可以对乌克兰 展现他的武力 去跟他缺乎 去跟他攻击 但是他如果加进 这个大家庭的保护 你像乌克兰 后边要加进 你看我重重的关卡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其他的东欧国家 他们也认为说 这时候我不加入 有可能我们随时会遭落 遭落到所谓的俄罗斯的威胁 所以你看法国 最后还是留在北约 你说不追随美国的脚步 那你为什么还愿意留在北约呢 这些事情是让人匪夷所思 但是马克宏呢 他最后在这个法国的舆论当中 还有所谓的欧盟的舆论当中 他必须妥协 所以路透社的报道 马尔默表示 我们继续呼吁 维持台海和平 这个也是欧盟既定的一个政策 那所以欧盟呢 在10日呢 四月十日的时候 因为刚好是中国对台湾 展现这个武力军演的时钟 你可以看到说 欧盟也发表声明 对于这个中国的作为 表示谴责 所以呢 欧盟的外事部发言人 马斯拉 就尊处 认为不应该用武力来改变台海的现状 所以让台海的现状恶化呢 这是对全球巨大的影响 我刚才提到这个游院长 他那时候刚好你跟这个 加拿大一些这个議案 你记名 其实加拿大之前他们的总理 在总统出访的时候 他也特别在共同 所谓的台海 如果说台湾被中国攻击 等于是民主国家的制度被攻击 对全世界的影响非常的剧烈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湾的环境 尤其是我们看到 美国在苏比克湾 他们现在已经在建立 所谓的美军基地 那我们看到石原岛 在美国的主岛之下 也开始做所谓的侧名的动作 那甚至布局相关的美军基地 所以你从日本到所谓的菲律宾 还有台湾 这所谓的第一岛链里面 他们是被看得出来 美国是随时监视的状态 所以你看到说 中国虽然对台进行所谓的环台军演 但是你会看到美国 同样派遣既得级的棍杆 在我们南海的地方 来做所谓的巡航动作 甚至在北方的部分 他们也派出所谓的战机 来随时戒备 所以我们从这里 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中共如果要侵台 必须通过美日这一关 而且你看到 虽然对台湾是包吾的动作 但是它等于是被夹杀的动作 甚至在关岛 随时有军机战备 所谓的军机战备 就是第二岛链的部分 我也随时布局 随时出动 所以你看一二岛链 是包围着中共的军力 让中共没办法随时来突破 所谓的太平洋这一部分 所以各位兄弟 来听众朋友 明佑第一段 把你们分析这个 法国的状况 主要原因不是这样 因为法国人 他们虽然浪漫 但是也务实 因为在这个同时 他们的国会议员 其实在台湾 在销售 所谓的军售 希望我们过去跟他采购的军备 能够升级 所以明佑第一段 利用这个时间 跟大家来分享 我对于法国总统 马克宏 对台的言论 甚至对两岸的发表 做出相关的评论 我们有一段要来邀请 是我们红威新闻网的 总编辑李燕萌 要来分享 因为这个罗亲帝 我们的副总统 在4月12号的时候 正是由中指会通过 要代表民主进步党参选总统 但是他也对于马英九 到中国访问 甚至对于中共的问题 提出相关的看法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联明又回来节目 现场 欢迎收听我们 报道联报 所制作的报道 何明先生 我是主持人张明佑 欢迎回来我们第二段的节目 这一段的节目 要给大家邀请的是 我们红威新闻网的 总编辑李燕萌 燕萌哥 这个明佑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因为燕萌哥 是非常资深的记者 那本身又在 红威新闻当中总编辑 所以对于这个国家大事 政治的观察是非常敏锐 所以我常常邀请来说一些时事 民进党在十二后的时候 已经通过这个卢成立 副总统 真正做这个总统的好选人 但是明天开始 民进党就开始策算了 但相对于国民党 当然民进党是 比较有杂志材 虽然最近也是什么 插图黑寒满天飞 但是好像每一次到选举 这个党内同志尸杀是一定要走的 我想来问一下燕萌哥 你来看这个六千党 副总统 你这个十二号提名的时候 他特别去说到 马英九回到一中框架 到底是什么原因 一中框架 马英九当然是 这个协认的总统 很多都是想要说 协认后都继续 又有他的影响力 李登辉也好 陈水扁也好 马英九也好 其实都 跳脱不了这个框架 就是说大家都要 依他阶级所做的 来奠定他的路线 马英九路线 还是说阶级李登辉路线 但是什么路线是较好的 李登辉路线当然是好的 阿扁路线也是好的 马英九的路线 就一中路线 就是他从来就想说 我就要跟中国通缘 他去中国大陆 说的话 那些做的事情 基本上跟台湾人民的 平常生活 还是说我们在说的事情 还是说我们普通时 在做的事情 都完全无关 他说这个疫苗 还是说疫情 他说中国是做得很好 这个改革 全人类 这会听下去 对对对 这跟蒋介石 是自由灯塔的一样 对 所以这个 反共大陆已经 没有办法改变的 属于 现在马英九就是希望说 要扭转 台湾越来越 是一个独立国家的 这个状况 他要把他挠回去 挠回去跟中国 一起做会 结果是 明昂你也知道 这个马英九的爸爸 叫做马赫林 马英九在香港出生 马赫林一直在说 他希望这个 他跪心之后 他可以 也是在天之灵 也可以看到这个 振兴中国 对 但是呢 这个马英九 他 他心意义就是说 要继续 推动这个 両方的通缘 但是 他推动 他这个八当里面 没办法做到的事情 他希望说 包括是 上一次的总统 韩国瑜也好 韩国瑜不用说 他也是偏通的嘛 他现在就看说 这个 虎佑呢 虎佑好像是 台湾本土牌 对 他这个路线 如果是 如果偏去 跟台湾本土 路线 较接近 就偏离他 这个 中国 両方 同一的 这个路线 有点 所以他已经去 他现在 要把它订掉 所以 现在这个 他这个订掉下去了 怎么说 郭台铭谁出来 话说 他要参选总统 对 要拯出 那些 候選人 包括 韩国也被纳入 张亚中 也是 表态要参选嘛 他们这些人的路线 其实都 没有差别 对对对 两岸统一的 所以就存 虎佑而已 马英九 就是说 一个中国 我们还订掉了 看说 可以 影响到 韩国瑜 这个 这个 侯友宜 他未来 这个 他参选了 是不是 这个路线 不要改变 而且 我们知道说 侯友宜 他的 两岸 还是国际的 这个 后面的老师 就是马英九 苏起 对 赢亚的人 照春山 这些人 对 如果 侯友宜 如果有一天 他代表 国民党来参选 甚至 如果说 马英九 他们这个团队 又回来了 包括金普聪 这都回来了 所以 马英九的目的 就是 对 赖副总统来说 这个 很清楚 就是说 2024 总统 逮算 包括 立法院 选 就是 这一张 再一次 中国跟台湾的 对抗 没错 所以 这个赖清德 总统 他已经 副总统 他已经讲得很清楚 而且他很清楚了解到说 2024 包括 包括2020的 总控 其实是 没有太大差别 台湾目前 就是 要跟 这个中国 来 划清界线 而且 现在国际上 包括美国 日本 都很贫 台湾 因为台湾的 包括 地理的 所在 有些是 很重要的 是 包括 台积电 这些晶片 在国际上 有些很重要的 所以 这个 赖清德 副总统 他很清楚 这个 2024 这个主调 在哪里了 因为我觉得 燕摩哥 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 重点 我想说 这个很重要的 重点 因为 赖清德 副总统 从中职会 通过 拿名之后 他特别来 拿出 他对 这个 両划论 或者国际关系 这个变成他 这一次 参选宣言 非常重要的 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说非常重要呢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刚好 对台军演的 结束 我觉得他是在 降低所谓的恐惧 因为我们对中的恐惧 在国内 确实有一些人 在煽动之下 是间隔的一个总控 所以他也特别强调 第一个 就是要民主团结 第二个 就是要民主自由 第三个 就是民主好平 所以 他也是意思 用这三行的制度 来保护台湾 核动战争 中央 也一定要付出 很大的代价 他都要言不过 我想说 就是重点 侯友宜 这个让我非常佩服他 为什么呢 因为 所有的话 他都没办法 好好地去发挥 尤其是两岸 还有国际问题 总统是要冲击 我们台湾是双手掌制 半双手掌制 第一个就是 总统 你就是要关国 国际 外交 两方 但是侯友宜 从他元旦谈话 到今天的危机 我问各位境爱 听众朋友 还是观众朋友 你有听到 他说什么 对台湾 靠有建设性 第一个 他在元旦的时候 说一个强国论 大家在问 强国是美国 还是中国 他算不敢回答 最近呢 他在我们新店的时候 好不容易 讲出一个地缘政治 我说 不简单 有多一句 叫做地缘政治 到底地缘政治 是我们这个对中的地缘政治 还是国际环境的地缘政治 台湾要扮演什么角色 他一样不回答 所以 再来 最近呢 大家在问 那你要选总统 人家这个朱立伦 也提出所谓的2D 就是防卫与对话 民主与贺阻 他说 这些不够 要3D 2D就是本来 营幕可以 比较立体 但是最不 你打电动的时候 要再走 但是他把3D来之后 后边多一句 多一句 叫做 要记得 民主自由 捍卫主权 和平繁荣 要记得 我们就是要在和平繁荣之下 我问 你到底是在说什么 你只有民主自由 和捍卫主权 有很多人 中国就没得到人 你后边都要怎么说 所以 他说这句是假的 所以我感觉 他对这个两岸论述 根本 完全不理解 因为 光这个朱立伦提出的 这个民主与贺阻 这一件事情 中共他就没办法认同了 怎么有 后面跟你对话的可能性 所以我认为这个 侯友宜比韩国也还不如 他像草包 你知道 最近有一个 AI 人工的智慧软体 叫做PGPT 对吧 CHAT GPT 然后有人说 他变成 HOOHOO GPT 就是说 你问什么呢 侯友宜都应该跟你说 我们各自扮演 各自的角色 我相信呢 我们要维护台湾的民主自由跟和平 你说这个叫做会位 这是全台湾人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赵春山跟苏起 帮他上的课呢 是白上了 因为这个学生非常的不上进 就好像他的博士学位 同样 怎么拿到 我现在没钱了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特别说的就是 赖清德对比了 所谓的马英九的出访 还有蔡英文的出访 马英九回到所谓的一种框架 但是 总统蔡英文的出访 是跟自由民主体制 互相的连结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呢 我要来特别问 艳谋哥 我们来比较一下 郭台銘也提出 他走马英九路线 他先跟所谓的国民党说 不好意思 我七十几岁那时候 有够任性 这个没有任何孙总统 我都没了 又要退出国民党 所以这个案好像没送出来 要是这个台湾市总部 但是我要说的是 他要是故意先道歉 这个侯郭较劲的意味非常浓厚 但是两岸论述里面 他说我们要用晶片 来打这个世界的科技战 不能再购买武器了 不能打这个军备战 你要怎么来看郭台銘 侯友宜跟赖清德的两岸论述里面 郭台銘我给他看 本来要赖的时候 大家外面想说 郭董他的灵灵 应该可以用联署 用武党籍 因为他贴动了 对 他如果架起来之后 各地设联署战 应该是很老这个 所以我在想 郭董如果 如果他用联署的方式 他会贵 他可能会贵 他用联署 用联署会贵 但是我看他是 现在把他的商人个性 要花多钱 他应该没有 问题就是 因为他没要花多钱 第一他没想要花多钱 第一次 因为他想说 我不用花多钱 因为他如果想说 道歉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四年前我年少轻狂 对对对 我这个现在跟大家 会失礼 现在回来了 他还在那里 还在那里 还在走国民党 后面的门 比较快 不用花钱 对对对 你如果开大门 你用联署会 像宋处 这样 花很多钱 还带很多地方的 民意代表 社联署站 花很多钱 这些人对他来说 像我们岛的 卫生署一包 这样而已 所以他这样 他没要顾 就是说 他走国民党 后面就较快 他去敲 高颤的 包括主力伦 什么 就是说 他们当内 不公开的民调 去是不是 做什么 这很爱说 第二 他现在是说 用晶片 不要买武器 但是这是他的想法 我是想说 每一个 马英九做状况时 他有办法 动得掉 说 我们台湾没买 武器 我都动不掉 美国压力也很大 都动不掉 所以 郭台铭 这些都是 发发 都发发 这些沉默的 痛的 所以他现在 他现在出来说 不好意思 但是 这个 前一周 就是说 政委 桃园市议员 詹江春 也是国民党的 他也是 郭台铭的 劣势 就是说 他四年前 帖董 后来 还有 宣洞 高峰安 现在 他每天 在接 韓国语 反韓 黑韓 现在 这个仇呢 深蓝的 还记得太多了 所以 他是不是 可以过这关 就直接说了 至于 明佑你刚才说的 说 他现在去 他前几天去日本 他现在去日本 我们就看说 他去那里可以做什么 是不是可以说什么事 他去白宫 记得 拜登 什么会 重点 都是说商业 都是说 做生理的 事情 是不是有说到 政党 民主自由 台湾 中国 还是说台湾 美国 这个官方 要怎么更进一步 还是说FTA 要怎么签 还是说 区域和平 区域的经贸 要怎么连结 这没说到 他说银红海 还是说 这个台湾 要怎么做 这样而已 这没什么重点 对台湾 帮助没大 所以 他现在说的 我想说 我们就动作 茶余饭后 来听听 这样就好了 但是这都不是 没影响的事情 对 因为郭台铭去 美国interview 本来是12天 还要春八天 光转回去 表情也不是很顺利 可是一回来 马上去宣布 要争取国民党的 这个提名 总统候选人 国民党这个办法 也很特别 因为我写论文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在想研究方法 我到底要直化 是量化 国民党的 这次 他们这个总统 要用针招的 要用这个直化 我很好奇 什么叫做直化 比较有拼击啊 要叫一个好串人 撒一个好串人 比较有拼击 比较有格调 比较有格调 对啊 所以 他这个表示说 他的民调也没什么作用 民调都可以用做的 用买的 所以我是觉得 民调你参加很多政论节目 其实政论 很多民嘴都在说 黄光琪也是很怀疑说 侯友宜 他新北市 推出的一些民调 到底是真的 还是假 其他都很纯意 对啊 因为侯友宜确实是花了蛮多资源 跟媒体关系非常好 所以他有时候 一些较烈的电视台 也是报约的新闻 但是这没办法嘛 因为电视台反正就是商业嘛 民调的抽样取向 非常重要 对 你有要排率吗 这是重点 还是说你是要对比的 现在赖清德副总统出来嘛 你要党内互比 还是要跟党外对比 这就有差 所以条件 这个规则怎么出来 新闻 没啥啥 他刚才你问到 我们这个红维新王的总编辑 李燕萌 你对于这个 所谓的郭台铭的两岸论述 还有这个侯友宜的两岸论述 跟赖清德副总统的两岸论述 他提出了相关的见解 这一段要来讨论啥呢 因为呢 两岸论述固然重要 但是我觉得国民党内 到底谁会出现这个事情 因为我本来 有人跟我说 你怎么跟你说 这个侯友宜呢 八成一定会出来 但因为我看到美丽岛的民调 他落到二十六% 你看去年七月高峰 他是五十几% 但是是不是因为他的论述 让胜岸的人没法认同 所以他落到二十几% 你来看这个看法 中间选民都跑去了 中间选民那个 他跟潜绿的都跑了 他选新法市长 拿百几万票 赢林家隆四十六万票 那有多少潜绿的票都贯乎他呢 所以我说中一遍 他在南投的颇算 他没去 他让林明珍输掉了 其实他这个颇算 他其实他也不想得罪 绿的选民 他说 他现在民进党赢 而且第二 林明珍选情不好 他没什么想要去 第二他没去 他可以博得一些潜绿的 你看林明珍 人算没法改好 人家隆岛就没去了 所以说人家隆岛他会分辨 而且公投案的时候 他也是站在中间立场 不偏谁 2020的时候 他也没做大力浮选 韩国他也没 所以大家说 韩国也蛮中立的 所以我们现在 虽然是我们支持民进党 虽然但是他做事 也只是做得不错 他不错看 他可以支持 现在他营造假的形象 他一直要去拼2024 所以他就是想说 2024他如果把国民党 像国民党他比较差 他有哪有42% 韩国瑜 跟2016朱立伦和宋水两个加起来 这个票数都差不多在42% 韩国瑜 虽然想说42% 这就不关系撒阿猫阿猫出来 国民党就有42% 42%出来之后 他就加一些中间选票 潜力就过关了 重点是 他现在刚才 节目开始 明佑你就说了 这好好做事一直说 大家听不下去 两岸关系强国论 地缘政治 大家想说这是在说什么 你要有内容 要有学都去论述嘛 而且蔡英文总统 去美国奉门 这个赖清德副总统 做过很多经验 行政经验都 这个对比下来 大家想说 你如果侯友他做总统 他跟我去美国奉门 蔡总统都跟美国对谈 跟麦卡斯 他都国会 都用英文交谈 用英文发表演说 侯友会 看起来就不是这种料 所以大家开始 怀疑 而且这几个月来 对于侯友宜的论述 讲话 实在是 期待他讲更多 但是他又讲不出来 我在想 我是提示 其实侯友宜不是坏人 他其实他的心 其实也是 其实比较偏奔透的 但是他现在 在国民党里面 有太多中国牌 通牌 他不可能 你台湾人出头筋嘛 他现在 他讲到他的路线 他的立场 他的政策 其实稍微 陪这个 马英九这 其实没什么相同 但是他又没怎么说 他又没怎么说 因为他说出来后 他沉默那些票都走走去 对 郭台铭目的就是要扭这些生蓝 对 生蓝的这么扭掉了 像韩粉这样 他要营造锅粉 锅粉 大家以为在买手机 就锅粉这样子 变成锅粉 从韩粉变锅粉 他如果用生蓝的 因为生蓝这个比较激进的 他们那个凝聚力很强 而且扩散力 也很足够 他们可以把这个氛围 把它扩散出去 影响到其他人 大家说 郭台铭较好 侯友宜不好 这样 而且其实我比较期待 侯友宜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他如果出现代表国民党 来选总统 这是对2000 应该说有史以来 第一半 是纯粹台湾人来选总统 人家赖清德副总统 跟侯友宜 这都纯粹台湾人 所以 但是国民党应该是 不放侯友宜刷 对啦 因为 他们有李登辉教训 再来 你看王金平要出头 选择 要择下来 所以侯友宜 在生蓝的部分 大概不是很吃香 因为 叶梦克这一场 我参加新店的理位 他最近都回访在新店 因为新店不是全台湾 既和桃园是相对等 都是军建区 比较少 所以想要去回访在新店 因为在生蓝这一部分 他没有吃香 因为很多人还是认为 他是蓝皮绿骨 所以帕西也不会给你积极 所以 马英九一直要补足 他这一部分 可是 侯友宜可能 不是一个好学生 没什么受胀 所以 马英九可以去教AI系统 来对话 AI还会提升 我看侯友宜提升的力量非常少 所以有些韩粉就不错了 你看他们 在这星期 在高雄 又办聚会 希望韩国瑜可以出来 韩国瑜也要走去我们新店 跟罗敏才聚台 所以你每天都可以理解 这件事情就是 在国民党里面 他们对于 侯友宜是不放心的 所以你看 朱立伦的布局就非常紧密 我想说 我本来 我跟那个 他跟我说八成的 那些稍微意见不跟 我说可能纯六成 因为为什么呢 你看 柯文哲的民调 还贏好友谊 柯文哲也去美国 这个 郭台 也去美国 蔡英文总统 也去美国刚回 那 赖清德的实战经验又够 因为不管是 他代表总统到美国去 或者去出访 或者是这一些年来 这四年来 你蔡英文总统 辛苦兵来面对国政关系的时候 他有任有许 那所以 你大家可以理解说 甚至可能真的就像 叶某哥讲的会比较支持 郭台铭 但是 这个也回到说 总统大选带动的 所谓的母鸡 带小鸡的效应 因为 赖清德的出现呢 你看到 民进党当然 组算一定有分清 明天开始要免掉 但是我看国民党来报 跟目前都没有订案 本来不是说这个立委提名要开始 再来参加总统 不是 总统要升职参加立委 现在参加立委 立委要升职参加总统 现在我看起来 那个心肺大战不知道你有研究吗 那个心肺大战 那是我们两个旁边 中常会 确定有一些 酸苦已经出来了 包括 袁宽恒 袁宽恒 袁宽恒在中常会 出来时 大家 什么样的味道 卢宽恒 袁宽恒 本来要跟他一起 紧急 胡友宜来 现在胡友宜 他起来后 又把他传进旁边 没人要 沿袁宽恒 骑造会 那可能 是可能啊 胡友宜 难得去参加国民党的 这个 中常會 又選舉策略議員會 他好不容易參加 不要跟他那樣 所以他 站在 要撇清關係 因為 老實說 袁寬棟 他爸爸 原青標 老公在那裡 他來地坑 也說 他貼這些 歐桌 走到他近 後來他的形象 就說 我是正義使者 我警察出身 我警察怎麼可以貼歐桌 是不兩立的 我現在貼一個 人家說歐桌的 有關那個 的後身 要騎走 所以他的 心難人救人 但是 他的形象 其實國民黨來地坑 是說 這裡有提名 這裡有提名 他們裡面 貿合神禮 我是不是 去騎台 還是要去贊助 重點是 不管是侯友 還是郭台銘出現 他們要去把 圓框放棄 到底是 侯友宜的 市里比較大 還是圓框在地 市里比較大 這是很難說的 到底是母雞 拉小雞 還是小雞 拉母雞 這很難說 但是 我們民進黨 就是 最大母雞 就是 賴清德 賴清德 那個意志力 你真的不能小觸 他如果要贏 就真的要贏 你看 南投這場 他要贏 就要贏 你看 四年前 那時候 也是輸得 頭頭頭的時候 台南立委補選 郭古雲那區 差一點點跟 謝龍介 同樣是 民調都輸 對 拉小雞 就想說 不可以 一定要贏 因為 這是 這是 他的 本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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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本命區 因為 黃偉哲一區 那是 那是 算說 麻豆 那是 那是 阿扁 是 扁掃 的 對 那是 可以輸 輸 太不民主 去一個生懶的 這個謝龍介 去那裡吞搭 怎麼可能 不行 他們的拚拚得贏 所以 民憂 如果這次有選舉 我想 賴清德 如果 副總統 去騎台 拚 有 機會很大 沒關係 我是沒有去東區 因為大家都叫我們派去 那個徵兆區 你知道 徵兆區 真是好啊 都三成 我的地方 所以想說 王世堅 和 何志偉 這區 人想說 王世堅 有一個其他的地方 可以去 你怎麼不去 你可以去 其他 堅困選區 來拚 同樣都是 綠營區 其實 就比較 說不夠 對啦 因為 我當然 因為當然 最近 大堆 不要再要籌算 不要跟著朋友 我們來繼續說 因為 我想說 心肺大戰 因為 我覺得國民黨 呈現一個態度 就是 處理不大人 因為你看到 我們說 賴清德 上任主席 他雖然是副總統 人家說 一定做得不好 我一定 其實也反對 他做 不要去 兼任 不要去 兼任主席 因為 你一定 會去跟他 說話 但是我看 游刃有餘 處理 東來的紛爭 就 快到斬亂 該怎麼做 該做改革就做改革 無關是論文 還是這個 黑金 頂頂 但是國民黨 現在很奇怪 心肺大戰 已經無到 這個 天堂了 欸 感覺 家裡沒大人 他在做 民謙 你想說 心肺大戰 到底要叫什麼人出來 協調 主理論嘛 主理論一開始就沒辦法了 蔣萬安可以嗎 蔣萬安 不行 還有人說 侯友宜 你要當總統候選人的 你就去協調嘛 你有辦法有沒有辦法 協調心肺啊 哪有可能 侯友宜的個性 閃就閃不閃不閃 侯友宜 其實他 他應該是 對新北市比較熟啦 出了新北市 他可能其他地方 什麼議員啊 什麼理會啊 可能沒什麼事實在 那要怎麼協調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 徐曉欣跟廢洪泰 這件事 當然很討厭到廢洪泰 因為 心動背景 講話都背骨骨骨骨了 但是 徐曉欣這個做法 我個人不是很認同 其實 透過電台 我怎麼說一下 想說不是很認同 我覺得 這個還是道義的問題 因為 明佑 在古年 年齊本來要選議員 那 我去找老議員 因為過去我的主委 他把我放出去 你知道嗎 他說你要選議員 你們怎麼會的事 當然 如果我的個性 我 那個給我 沒面子做什麼 但是我也忍下來 那後來因為 這個男女的問題 制度的問題 我就說 那我宣布退選 我認為還是要存在一個 叫做 倫理跟道義的問題 我那時候跟媒體說 我不可能跟老議員拼 因為那個是一個 道義的問題 你說 人家搶地盤 對 他不會送是應該的 對 你做少年輩 你要去整輩 搶 搶那樣像麥克風 第一 他說 在國民黨裡面 你如果沒有背景 不是政二代 就很難生存 講話 要怎麼協調 第二 他說 辯論的事情 還是對比 民調的事情 三七一 到底要 黨員 這些事情 他完全都是咄咄逼人 所以秦桂出的 特別說 他說 這些網紅議員 三層選服 七層網紅 所以我看這個心肺大戰 跟民進黨來對比 你來看 民進黨這次 総選和國民黨 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像許小新這種 還是國民黨裡面的 揪手 網紅 網紅這種的 很揪手 而且 心肺大戰 周克厚姐也在說 說 現在許小新說 我的初選 你扛什麼事情 對啦 扛到很難聽 他不是公眾人物嗎 公眾人物 大家都可以 做評論 你也聽了 你也沒見懂 最多含的就是 他為了要策算 他說 我手上有許書法議員 很精彩的影片 他的策算跟許書法 什麼 現在又說什麼 他連自己的東西 都可以出賣 你做過飛鴻太的網絕 你也跟人家說 還有人意思有 所以你看 許書法這次 我覺得他比較拼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次 賴清德副總統 剛才沒有跟你說 起來之後 政軍精武 現在大家步調一致 但是 就是要贏嘛 包括立委 策算沒關係 大家競爭 因為 我們的選區 都總六七十個 但是 差不多十四個選區 要策算 十四個選區 你如果說都沒有策算 也說不會過 全部都 在策算 就是 大家一團紛亂 我有這個紛爭的地方 可以協調 可以像劉四方立委 負算 有三個選區負算 現在 我們那裡 也可以捐一些 比較好的雄材 蔡司映也不算 這都是會 晚拜到後來 包括黃國書 我有問 我那時候 我專訪過劉四方 劉四方 我就問說 劉委員 你做這個立委 跟這個官員 你比較要做 一種 他就說 他覺得做官員 比較習慣 所以 我會想說 如果未來2024民眾 他 劉四方有可能的入閣 是 好啦 不管要入閣 或是怎樣 面對2024 雄杖要比較打拼 因為台灣人民 你看 到底 什麼人 好想帶領台灣 繼續 來生化民族 來保護台灣的主權 好 我們下禮拜再會 拜拜 拜拜